今年是2019年也是中国八九民运 声称这个史称六四事件的30周年 共产党政府当年出动了坦克武力驱逐示威学生 当年一张塘壁挡车照片更是震撼了世人 多年前拍下这张照片的美联社摄影师回忆历史 感慨着说或许历史会被世人遗忘 可是天那门事件永远不会消失 中国六四事件30周年又到了每年一度缅怀与回顾的时刻 30年前的亲历者们重提这场民主运动的典地 提醒世人勿忘六四事件的血泪 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张照片 就是提着袋子只身艺人肉身阻挡坦克车 当年拍下这张历史性照片的美联社前摄影师 威威道来惊心动魄记录历史的过程 事发当年 韦德纳担任美联社东南亚图片编辑 常驻泰国曼谷 随着中国民运越演越烈 于是被派往北京 采访这场大规模民主运动 韦德纳在6月4号晚间武装冲突当中 被一名示威者抛出的石头砸中头部 负伤的摄影师已经严重影响工作 在拍摄坦克人唐壁挡车之际 更一度忘了检查相机的快门设定 拍下历史性照片 让韦德纳一炮而红 拍下历史性照片 让韦德纳一炮而红 不过对他而言 这既是运气也是挫折 坦克人照片让他名城历久的同时 带给他更多的是挫折 无法知晓坦克人的命运 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我仍然不明白 为什么政府拒绝承认这件事 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 都在历史上做错 他们都在重复了这些问题 他们都在向前进 我认为中国是要向前进 然后来清理一下 报告给家庭人 报告给他们的亲爱人 所以他们能够放这些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事 中共政府刻意掩盖历史 加上世界年代久远 六四不可避免地 渐渐被年轻一代所遗忘 身为历史记录者 韦德纳认为 虽然说不能强迫其他人认识历史 但六四天安门事件 永远不会消失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